朋友,你們好 今天呢,跟大家 私種一些豆子 因為最近 有一些 這個地 還可以種植 七月份呢 我會選擇一些 就是講,七月份 可以種的東西 可以直接種在外面的 那首先呢 我的那個 菜場那邊 要放一點底肥 我是放這個底肥的 它很多 蔬菜的標誌 這個底肥呢,我用了幾年 都很好的 它是一些 就是講有機的 有機的 發芽 就是 糞便 那其實呢 很大包的這個 那我們先會 就是講 拿一點 過來這個小桶 你就不用一直搬了 不用那麼大包的搬 不要做壞自己的腰啊 那我今天會種一些 那我今天會種一些 這個 豆角 我們這邊買的 它這個豆角呢 是不用搭旁的 還有一些字呢 是說很高層的 高層的那個字就是這個 就是 高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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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適合這個 六七 七月份 還可以種植出去 那 我們這個豆呢 它是叫一些 矮人的豆啊 就是不用大價值的 那它的種植呢 就是說 那個 相距啊 要24英寸啊 60 60 這個厘米啊 那 間距啊 它這邊是一些種植的說明 你可以看它的說明 才好種出去 好 現在我們去菜地啊 好 這邊是我的一塊 小小的菜地 那我先挖個溝 那就放這個 底肥 下去 其實我這塊地都 很肥 沃的 因為很黑啊 那個土 但是我們都還要加一點 那個 肥料 底肥 因為我之前種了一些 那個菠菜 它已經收成了 那種過東西 就要加 加多一點底肥 第一呢 我會種 三顆 啊 我已經挖了三個洞穴 那我是 因為它是說 二十 二十四的 英寸 啊 二十四英寸 就是二十四寸 那都間距要很遠的 那我預防呢 它是這個 這個豆子 預防發苗不到 那我就會 會放兩顆 兩顆 兩顆 那你也不要 放得太密 啊 就是遠一點的距離 我們這個豆都不用泡水的 因為我這個土是濕潤的嘛 啊 那 預防它發不到牙 有一顆或者壞的豆子啊 那你就放多一粒下去 好 那這邊也放一粒 兩粒 好 就總共是六顆 這邊 那看 發芽的 機會力了 好 如果有一顆不行 都還有一顆嘛 對嗎 好 我 埋上它先 好 埋上土了 好 就澆透水 好 哎 我剛才忘記了 跟大家說 一定要除深一點來買 好 現在我們就澆透水 當然有下雨天 最好是下雨天前就播種了 就不用消水了 好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種植 呃 它那個深度要兩寸 埋深一點 他說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 生出來苗之後呢 如果還有位子呢 可以 可以 在它旁邊 種一些 就是 矮的植物 就是 好像菠菜啊 如果還有空間的話 好 就是這樣子 種植了 好 最好是澆透一點 因為我的豆子沒有泡過 好